大家好 我是比不中 今天我们继续来讲那些年诺维茨基的坑逼队友 第六集 上一集中呢我们讲到了诺维茨基是在和丹佛的季后赛中 场均34加11加的这么一个表现 但还是以1比4出局 于是在休赛期 场球队是做了一笔交易 引进了肖恩玛利扬是要加强一下封线的防守 然后呢在这个0910赛季的这个赛季中期啊 他们又是用约什霍华德换来了卡伦巴特勒 还有海伍德和史蒂文森 那么这一年啊 他们常规赛是顺风顺水 最终是取得了西部第二的优异成绩 进入季后赛之后啊 首轮面对的老对手是老对手马次队 第一场比赛呢 双方开局手感都不是很好 一度打了9分钟啊 一共只有4个人得分 马次队这边是 麦克代斯和吉诺比利 而小牛那边呢 则是诺维茨基和巴特勒 做出了回应 在这一节啊 最后一分钟啊 此前接连措施两击跳投和一个上篮的贾森基德 是找到了手感 他是接到队友的助攻 接连在顶湖投进了两击三分球 帮助小牛队取得了领先 进入第二节啊 诺维茨基和巴特勒 依旧是状态火爆 他俩单节携手砍下19分 但是啊这一节小牛队其他人 是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够站出来 特里 吉德 丹皮尔 都是0分 这一节 而马斯队这边呢 GDP组合是合侃21分 因此呢 这个半场打完啊 双方这个比分还是比较接近 小牛队是略微领先 进入第三节呢 诺维茨基开场就连得5分 但是在这之后啊 贾森基德是展现出了他的失误爆炸力 短短两分钟之内 又是接连三次失误 马斯队趁机反超了比分 好在是诺维茨基啊 迎来又一轮的爆发 再度压制住了马斯队 在这后半截呢 马斯队是使用了砍杀战术 就是派一名不怎么上场的替补球员 不停的对丹皮尔犯规 送他上罚球线 丹皮尔呢 本节是八罚四中 也算说得过去了 特里本节表现依旧没有什么表现 一分未得赔上两次犯规 贾森基德是三分三次失误 那算是功过相抵吧 那么进入第四节啊 巴特勒是开始爆发 又是接连的命中投篮 帮助小球队是取得了两位数的领先优势 那么呢 最终也是将优势保持到了最后 小球队是本场比赛以100比94 取得了开门红 诺维茨基14投12中 罚球12罚12中 高效的砍下了36分 巴特勒呢 也有22分进账 这个巴特勒的这场比赛啊 可以说是诺维茨基近三年来 第一次在首发阵容中 有这么一个靠谱的帮手 因为我们知道特里是替补嘛 特里尽管有时候 发挥也说得过去 但他毕竟还是以替补登场 本场比赛呢 基德 特里 詹皮尔 三个人合计是24投7中 但是说实话 在这一轮系列赛中 他们三位 这个命中率已经算说得过去了 因为后面的比赛啊 更那个是吧 我们接后面再讲好吧 然后呢 进入第二场比赛啊 这个第二场比赛一开始 诺维茨基是受到犯规困扰 那么基德就是要展现个人自己的进攻火力了 基德首先是一个进去的攻框 结果是被麦克戴斯封干 紧接着一个三分球 偏出 然后接到队友的前场篮板啊 基德是运到了 运过去投了个中投 还是光当一下 于是呢 马斯队开局9比0领先 好在是接下来小牛队替补登场的贾森特里啊 这场比赛 他的手感还算可以 然后他是携手巴特勒两人开始了追分 第一节结束呢 是追到了20比24 进入第二节之后啊 成了帕克和吉诺比利的表演时间 帕克或攻或船 接连助攻杰弗森 吉诺比利也是秃头结合 单截四头全中 在帕克和吉诺比利的优异发挥之下 小牛队的这些后卫啊 不光是防不住 自己攻也攻不尽 记得 这节又是零分 好在是诺维斯基啊 有那么一点点斩获 但是仅靠他一人之力呢 这个比分啊 还是进一步的被拉大 半场战霸 双方的分差已经来到两位数 第三节呢 诺维斯基算是失常了 那么一截 这节他八头两中 只有得到六分 不过好在这节特里是找回了手感 他单截砍下十一分 也算是帮助小牛队 没有让比分进一步被拉大吧 基德本场本节比赛啊 投进了他本场的唯一一个进球 是底脚被放空的这么一个三分球 丹皮尔这节又是零分 进入第四节之后呢 双方是僵持了一会儿 但是突然啊 马斯队又是中将一起爆发 小牛队这边呢 还是只能依靠诺维斯基 诺维斯基这节七头四中砍下九分 而小牛队其他人 本节一共是十一投两中 很快 比分被越拉越大 最终呢 在最后还有一两分钟的时候 小牛队是换下了主力 宣告投降 那么今天这两场比赛啊 我们就讲到这里 在后面的比赛中啊 基德和丹皮尔这对卧龙凤雏啊 只有你想不到的 没有他们做不到的 也包括特里 后面的比赛打的也不怎么样 那么呢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讲 今天就到此为止 好的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关注 多多的支持 谢谢